烂腹醉殴四岁女 昏迷送医无处开刀 EOC询问通报 近送往140公里外救治 全国关注医抢救 两周后仍回天乏术 仁爱医院成重死之地 医生集体道歉 到底是谁的责任 来看这起邱小妹医疗人求案 参加上躺着的是一名才四岁的小女童 她脸上全是瘀青 身上遍体鳞伤 小朋友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殴打 救护人员为她带上氧气罩 把握抢救时间 无奈的是病床不足 只好赶紧将她转送医院治疗 她现在绝对有生命估计 因为开完刀之后两側瞳孔还是放大 她来到我们机器人室的时候 后面只说只有四分 病床上的小女孩靠着呼吸器维持生命 让人看了很不舍 小女孩陷入中度昏迷 紧急送到台北的人爱医院急救 又转到180公里远的台中综合医院 动手术 对此家属又质疑 凌晨一点多便利超商的店员 听到了玻璃撞击声 往外看赫然发现最熏熏的秋姓嫌犯 抓起四岁女儿的头发 往玻璃猛撞 还一连打了好几巴掌 店员立刻报警 把丧尽天良的爸爸带到派出所 酒测值高达0.62 第一轮都找不到床的时候 在急诊教病房来讲 应该可以再挪出一张床 可以挪出一张床 你们居然说没有 还收到台中无期去 然后继续让他讲完再说 除了刘启华医师 在第二天就知情 知道他陈述不实 并且协助他做不实的记载 他们两个是共是一体的 是一起做这个不实的记载 登载不实 违照文书罪 一审判刑四个月 二审也判刑四个月 并减薪为两个月 可一颗罚金 业无过失 自此部分上诉驳回 为时一审无罪判决 法官认为两位医师 没有尽力救治邱小妹 但当天的医院确实满床 不能把所有的责任 归咎在医生身上 但邱光人却拒绝 盗案入监 朵朵藏藏经一年 还是被园警给碰上 光网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做好环境 跟物品的薪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神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神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神随手喷 这个部分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